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在2017年进行了国际田林世界挑战赛 尔斯特拉发战男子3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角就是处在第五跑道来自南非的范尼凯克 范尼凯克身高1米83体重70公斤 1992年出生于南非 范尼凯克曾获得2017年伦敦式赢男子400米冠军 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子400米冠军等等 范尼凯克同时也是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 可以吃得消400米 那么300米对于范尼凯克来说自然也不在发现 范尼凯克主攻200米和400米 比赛开始后只见范尼凯克起码非常不错 存在领先的含列中 刚跑出50米的时候只见范尼凯克就已经开始分离出世了 只见范尼凯克开始渐渐冲到了第一的位置 而后只见范尼凯克将自己的领先优势渐渐扩大 最终范尼凯克甩开对手5米远30秒81的成绩无悬念融化 范尼凯克也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同时也打破了博尔特在2010年创造的30秒97的赛会纪录